哎呀我的天啊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中國突然宣布 從今天開始要加大懲罰台獨分子與分裂國家的人 最終可以判處S洗腦 上個月立委表決在院會的時候 中共搞了一個臨時軍演 昨天復議案的時候 中共又搞出了一個擴大懲罰台獨分子 你們國共兩兄弟不要搞笑耶 內憂外患耶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人民日報新聞稿說了什麼 深入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和新時代 黨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略 不要再跟我說是中華兵國 對極少數台獨分子組織策劃實施 包含法理台獨啊 依靠外國勢力台獨啊 以武力啊 比如說我們現在的軍事國防啊 以這個以武謀獨啊 等都是分裂行為 那第二個就是根據你的情節 可以溯及既往 也就是說這個法律頒布之後 我可以溯及你之前的各個的這個言論 比如說你十年前有發表過台獨 我是罵過身上 你只要這個紀錄被搜出來 他想辦你就可以 看他要不要而已 第三條就是說 堅持寬言相繼 就是恩威並失啦 如果你這個台獨的立場情節沒有這麼嚴重 是可以被我改變的 對吧 你是可以主動 跟我說你放棄台獨分裂立場啊 不再實施台獨分裂活動 並且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台灣的主權 我們沒有總統 我們叫做台灣省長 我們的主要領導是聖上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不起訴你 對吧 然後第四個更好笑是說什麼呢 即便你被起訴了 我們還是會幫你請律師 我們會幫你辯護 我們是有人權保障 這樣 哇哦 這個中國的法律跟中國的憲法 啊就是領導的看法嘛 什麼有人權的保障 你這個就是擺明的 寫給那些不懂中共的台灣人 還有那些西方想要衰進的人看而已嘛 當然一些認為中共沒這麼壞的台灣人 會覺得說不一定吧 他說的是那些要台灣獨立的人哦 不是說我們中華民國派你要確定哦 我跟你說 你口中講的中華民國派跟國民黨 可以直接跟中共交流 他們口中說的中華民國派 你們兩個的待遇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條影片 你們就懂我在說什麼了 安法立法懲治的 是極少數犯了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人 不會影響港人依法享有的權利 要指出的是意見 針對的是極少數台獨頑固分子 及其分裂活動 不涉及廣大台灣同胞 大家不要把這件事情過度的妖魔化 或是創造不必要的恐慌 因為99.9%的人 根本不會受到任何影響 當初就說這個國安法 反送中你只要不犯罪 你只要不危害國家安全 你就不會被怎麼樣 我想問一下悼念六四 這個是什麼分裂國家的行為 悼念六四不就是依法享有權利跟自由嗎 然後中共自古以來就喜歡用這個數 叫做極少數 極少一部分一小撮 你們回去翻開中國的歷史 當時你看一下 包含89.64台獨說什麼 一小撮反動北京市民 一小部分一小撮反動學生 95%以上的市民都是支持學生的 並不像政府說的是一小撮二人 那個說89.64全國運動不是只有北京 東北 四川 上海 南京 福建 廣東 好多地方都有 但是還是被中共說是一小撮 大家都知道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用了一切方法 一直都想要消滅中華民國對不對 因為你畢竟是竊取中華民國的領土 而中華民國現在還存在於台澎金嘛 而持元一號 中共國要全面實施隨機抽查手機電腦等 電子設備與社交平台等通訊聊天內容 不需要犯罪事實跟嫌疑 只要執法的人認為有必要 他就可以隨機抽查 而你不得拒絕 當然啦 你如果是一個台灣人 你絕對可以跟公安說 你們不是說民主自由嗎 你們不是說有人權保障 你可以跟他講試試看 看他鳥不鳥你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會被抽查 你運氣不好 那就恭喜你了 比如說就像剛剛各位看到那個影片 極少一部分人會被受影響 那假如說今天一千個台灣人過去 有十個人被抽查 那也頂多百分之一啊 百分之一很少耶 那你要不要賭你是不是那百分之一 你要不要賭你的家人是不是百分之一的那個人 你裡面有被查到任何有罵過中共中央政策跟紀錄 那他認為有必要就可以抓你 他想搞你就可以搞你 然後也可以用昨天國台辦公佈的 可以適用的情節重大者可以判處死刑 或是十年到十五年的有期徒刑 當然啦一些舔共的台灣人跟網紅 也可以開YT直播去中共大城市的公安局裡面大喊 中華民國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目前的治權在台澎 金馬總統是賴清德 國旗不是五星旗 我們中華民國憲法也不承認你們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我現在在的地方是中華民國上海市 來你就這樣講 這邊的國旗應該是千天百日滿地紅 我們不承認由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存在 而台灣沒有一天是被共產黨 或者是你們自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 我非常歡迎你開這個直播去打臉 中共國台辦自己公布的這個22條新規制裁台獨是一個笑話 順便來打臉中共是合理允許台獨的 都是我們這些1450在搞臭中共而已 歡迎你去正習 而昨天中共記者會陪同出席的還有 中共最高審判委員會委員刑事審判第二庭庭長 他也表示到什麼呢 分裂中共國家行為包含透過制定修改解釋 或者是廢除台灣地區有關規定 甚至是公民投票等等方式 意圖改變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的法律地位 一中一台 兩個中國都是分裂國家的行為 所以傅昆琦是不是在立法院上一直說 不要講兩國論不要講兩國論 你在配合誰啊 你跟王烏昆琳見面的時候你也可以跟他講 啊?我們沒有兩國論哦 你是我中華民國哦 這邊是中華民國北平市哦 不是你不講 然後你就對我們講 所以你自己心照不宣了嘛 但是你的政策你推向的方向又是要往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導的一中政策去合併去統一 不然你跟我說你們從文的從武的反統在哪裡 習志明昨天跑去延安朝聖喊話重點是槍桿子 又加大力度說要打貪腐 這也是我上個月開始強調的 習近平打貪十幾年了 跟國民黨一樣 上台之後有掌握到一點權力之後就說 我要打貪我要打貪 最貪的就是你自己嘛 習近平對自己手下降領充滿的諸多不信任 我上個月也講過了 先前啊讓自己老婆當這個選拔降財的委員 我們就來看今年十月份的二十一大 會不會勝上把自己的老婆破格提拔到軍事高位 或是什麼政治局委員 政治局中央什麼之類的 那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說習近平是毛澤東第二也過一過 因為江青就是這樣嘛 我們就得說到今年非常多台灣網紅去成都對不對 昨天21號半夜成都一處正在興建的13號捷運線發生的檀方 出現了12公尺的天坑 中共表示無人受傷 那附近的住戶停水停電 許多民眾看到天坑之後才發現 哦原來路面這麼薄啊 而成都的自來水公司表示 是鐵路施工單位造成地基下陷 所以導致天坑 而鐵路公司表示啊 是自然水管破裂導致路面坍塌 哦原來自然水破裂可以把路炸出12公尺的天坑 沒有問題 我們回溯到2021年9月啊 當時成都的17號捷運線也是發生了 貪邦巨大天坑 現在僅僅三年不到哦 中共打著現代化城市建設 中國速度 中國製造 結果今年出現了好多地方的樓盤啊 大量的龜裂變成圍樓 對吧 分享多天津也很多對不對 東北亞好多哦 不然就什麼基礎建設攤坊 坍塌 龜裂不能使用 海綿城市大淹水 廣東部分地區嘛 安徽部分地區嘛 廣西部分地區嘛 桂林最為嚴重 福建龍岩等等 都是這次的仲差區 結果中國政府派人到 安徽水退之後的現場擺拍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段搞笑的畫面 哎呦我的天啊 哎呦我的天啊 好多民眾都上網發文說 我們都是自救的 政府根本就沒人來 昨天還有一位網友在我頻道留言 表示自己也是桂林災民 昨天桂林市垃圾 政府沒有派人來清 而且半夜11點啊 把水型從二級升為到疫情 半夜3點水位來到最高 還好他有獎板 才逃出去 相信這些影片昨天放了不少 那如果你們還要說作假的話 那請你們看一下這條影片 這是桂林的籃球場啊 看都淹成什麼樣子了 我們都知道 標準籃球架的高度是4公尺左右 而從地面到籃框 大概是3.01-02公尺啊 那籃板的高度是1公尺左右 加起來全場是4公尺對不對 那你看從地面淹到籃框 那大概也是淹了2.8-2.9公尺有吧 還是說小粉紅會覺得桂林人的平均身高是8公尺 那淹到2.8公尺頂多淹到腳踝而已 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或說這是台灣桂林 隨便你們 而中共先前自誇 我們打造了新防洪工程 防洪堤防洪道 結果這一次又淹到兩三層樓這麼高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打臉的影片 目前我們整個江口防洪地鐵工程 現在已經主起結構已經完成了 達到21.8 經過這次洪水還是4.11里 然後還是經歷不考驗 這個位今天是剛好嘴了 哇哦 3點半 我看呢 豆腐加工程 你看喔 大台北地區 從這個板橋三重新莊爐州一路到淡水 還有一些台北市 士林那邊 沿著河堤 是不是都有這個分紅道 所以才不會讓水淹到市區對不對 也不會淹到兩三層樓這麼高對不對 台灣哪來是強台來的時候 城市啊 我剛說的這個地方 兩三層樓這麼高 小粉紅跟一些不瞭解中共的台灣人 還在催中國樓很高 發展很好 我跟你說 面對災難來的時候 能降低傷害的工程基礎建設 才是真正的發展進步 而這都是旅遊 看不到的哦 我們來看一些網友打臉的回文 好消息是我們見了防洪體 壞消息是我們防洪體 沒能防住洪水 開封江口商鋪 居民半夜收拾東西撤離了 啊 今晚打臉了 昨晚不是進水了嗎 感覺江口的防洪體 比南風的更美觀實用 美觀啊 各位觀眾注意一下 他用的詞 江口現在是水清街哦 而現在確實起到了一個大作用 就是造型上的作用 你看現在一堆中國人都漸漸知道 中共在做表面 還一堆跑過去旅遊的船 共台灣人在那邊 哇中國好進步哦 你看我們台灣都沒有耶 對我們台灣確實沒有在暴雨 跟颱風中淹成這樣子 確實沒有啦 吼 20年一遇的洪水 一年都沒趕過去 2億我不知道是怎麼花的 哇這個建設要2億人民幣耶 不小耶 全長3公里 而昨天最暖心的就是 蘭州大學的公眾號 突然出現了8964為標題的 畢業典禮的文章 而官方看到之後 馬上緊急刪除 真的非常搞笑 暖心的大家 不知道說是有駭客入侵 然後打了8964 還是說裡面的工作人員想要反 雖然中共一直想要惡煞8964 但大家都是用自己的一份小小的力量 讓大家勿忘8964 而不是只銘記在心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幫我封鎖 我是八九 下次見了 掰